各位,我拍的电影叫《平行森林》,10月15号全国放映进了院线 今天跟大家交交心,说出这电影制作到上映的过程,听上去挺梦幻 这部电影题材是科幻,从头到尾只有三个主要演员 跑进原始森林只拍了14天,这么做就因为一个原因,差钱 预算就100万,14天拍不完剧组就地解散 这钱我一个朋友出了一大半,但他看完《平行森林》的剧本有点后悔掏了钱 问我就只有一百万,你拍个XXX的科幻 不如拍点情情爱爱的,他说要是你走心,片子反而可能卖不出去 大家就得勒紧裤腰带,场面很难看 后来在喝多了的时候,他一边搂着我的肩膀一边说 去他的吧,卖不了就卖不了,就当哥们支持一下中国科幻 有些朋友印象当中这片子网络播放过 的确,《平行森林》一年前卖了网络,那时就已经是意料之外 因为采购部的人说,你这影片气质跟网络不符 但我就觉得应该被更多人看见 他说因为工作原因,我每天接触很多妖道仙 但是我发自内心的喜欢科幻 一年之后,这电影回到了院线 一般电影都是院线播放后在卖网络 一个工作二十多年的制片人说 小雷你这属于逆向操作 我工作这么多年,国产电影发生这种事 我头一次见,这也纯属机缘巧合 《保丽影业》偶然间看了这个片 跟我说,想来一波操作 让用心的电影被更多人看见 更是有好莱坞歌喉城市的出品公司 买了版权准备翻拍 想让这个故事在北美露露脸 说回到自己 短视频录制的确是我的副业 有东西能够跟大家分享 跟大家聊聊天 大家开心我就开心 承蒙粉丝错案 感谢大家给我的视频点赞 电影是我的主页 但说起来有点臭不要脸 我的理想就是认认真真拍片 助力国产电影 丰富中国科幻 有人说一百万拍的科幻 亏你说的出口 能不能要点脸 一天到晚扯淡 没错 中国科幻 投资只有一百万 从网络播出回到院线 好莱坞买了版权 你给我翻译翻译 什么 叫 科幻 兄弟姐妹们如果方便 平行森林上映的信息 请大家帮忙转一转 10月15号全国上映 希望大家能进电影院 票房再高也不会分给我 因为我签了合同 这部片我的导演费是零元 但如果片子卖的好 我的名气会更大一点 下一部电影就能提高预算 我保证提高预算的效果 大家一定看得见 而我会不忘初心好好干 下一部片暂定名字 叫做访问时间 还会是个用心创作的国产科幻 又是图猛的一天 咱们电影院见